哈囉大家好我是ZJ 今天呢是我們寶可夢卡牌 PTCG的全新發售日喔 這一次呢是寶可夢卡牌 跟Pokemon GO所聯名一起推出的一個版本 那大家有看到嘛 這一次是強化擴充包 所以嚴格說起來 這也算是一個比較小的彈數 那這一次呢是因為跟Pokemon GO聯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上面的主視覺 有很多跟Pokemon GO相關的一些圖樣 包括像是維羅博士啊 還有一些裡面專屬的一些道具跟場景等等的 那這一次呢 也因應跟Pokemon GO一起推出的卡牌 這一次有蠻多的一些特別的東西 來帶給大家看一下 包括像是這一次 大家有看到我右手邊的這個特典卡牌包有沒有 這一次特典卡牌包裡面呢 總會有五種的卡牌來供大家收藏 我這一次是拿到了十包啦 希望我這一次可以全部都收集到好不好 然後再來呢 我左手邊的嘛 就是這個紀念球啊 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大小 其實蠻大顆的喔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在遊戲裡面紀念球的取得方式 就是你只要買超過十顆的精靈球 他就可以獲得一顆的這樣子的一個紀念球 那這個紀念球很特別啦 一般來說普通的精靈球 上面是紅色下面是白色嘛 那紀念球還比較特別的呢 就是他中間這個原本是黑線的地方變紅色 那整體來說比較有一種反射感對不對 然後呢也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開盒影片呢 這一支影片喔 這一支影片 是跟元氣蠻屋所配合製作的 元氣蠻屋呢在板橋區是一間非常棒的卡牌店 裡面還有一隻非常可愛的總裁 他叫做Pokey 那如果有遇到Pokey的話 歡迎跟他玩好不好 他非常的溫馴可愛 然後店長人也非常好 裡面的環境非常的優美舒適 宛如是一間咖啡店啊 如果不跟你講裡面是卡牌店的話 你真的是走進去以為是某個文藝空間 OK 好啦反正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元氣蠻屋打牌 跟店長報我的名字 保證你沒有折扣 哈哈哈哈 開玩笑的好不好 好啦那不管怎麼樣呢 今天就是來給大家開一下這個 強化獲獎包Pokey Go 這個部分好不好 那我們就馬上來開始吧 GOGO 好 來這個特典包 第一張會是什麼呢 我希望是可以五種收集到 喔是我們的傑尼龜 他上面拿著一個那個什麼 朋友禮物嗎 我記得沒錯的話 傑尼龜 他就只有一個招式 水槍好不好 20滴 20滴 20點傷害 喔這個是綠色的 看起來是妙蛙種子 耶妙蛙種子 第一招一草藤鞭10點傷害 第二招一草一無飛夜快刀20點傷害 好這個玉三加之二 收集到了好不好 接下來看有沒有我們的小火龍 10包應該是有機會可以抽到個小火龍 對不對 有了啦 紅色的直接是小火龍 小火龍一火燃燒之尾10點傷害 從自己的排庫選擇一張火能量 賦予這隻寶寶王身上並且重啟排庫 基本上就是一個甜人手段的招式啦 OK 好啦 這個玉三加馬上三包就馬上有 欸這樣子會不會太C啊 大家會不會覺得就是說 KO拿到的那個特點包是不是有 有做 有做牌嫌疑 哪有這麼好運的 一致開就全部都有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欸小火龍 重複了重複了 欸有沒有 不可能兩組了吧 還敢說YouTuber的座牌啊 沒有沒有 好不好 沒有 真的沒有 特別是 唉唷 好像特別的喔 耶 快龍 快龍V 這個是Pomo卡 他旁邊有Pokemon GO的圖樣 大家有看到嗎 第一招是一水一電 叫破壞光線 選擇一個對手的戰鬥Pokemon身上的附加能量 將其丟棄 60點傷害 然後再來是一水一電一五光炮圍 只有160點的傷害 相當高喔 真的相當高 我這邊呢就是三組御三家 然後包含一張快龍 大概這樣 這是我這一次 十包特點包裡面抽到的這樣子的一個成績啦 好不好 給大家參考 我們先來開那個 紀念球的部分 其實我有一時候覺得他這個 真的是做的蠻好看的 而且他這個紀念球 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也可以當收納盒 做的蠻好的 喔 這個馬上就來一包 馬上就來一張皮卡丘啊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球打開之後就變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包 這個紀念球裡面的那一張 這個裡面呢 是皮卡丘一張 然後裡面好像不只有一張皮卡丘欸 第二張 喔 野彈樹 該不會就這一張吧 好 那我們來開一下紀念球 裡面有什麼卡 唉唷 紀念球裡面最後一張就是一個 Pokémon GO的一個 有點像是宣傳的 小文宣啊 就是可以讓你去 推廣大家多多的去 遊玩Pokémon GO這樣的一個APP 好不好 哇每一張都有Pokémon GO的戳技 其實我真的覺得蠻好看的 全新的能量出現了各位 喔 這個是 什麼促銷代碼領取豪華道具 拍影片對不對 第一張就給大家看了 好不好 第一張給大家看 大家要那個 要序號的自己輸入啊 自己輸入 OK 哇嗚光輝噴火龍 哇 雪海啦 喔後面是一張電能 電能 雪海了雪海了 賺爛了賺爛了 光輝噴火龍啊 各位 他的特性呢 是機動之星 這次寶武夢使用的招式 所需的無能量 減少對手已經獲得獎傷卡的張數數量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說對手已經拿到四張的獎勵卡 對不對 你只要一火 就可以讓他打出250點的傷害 可是他同樣有一些副作用 俗稱的手酸 意思就是說 他下回合沒有辦法繼續使用這個招式 真的蠻強的耶 真的蠻強的 然後這個是天然鳥 哇 美路美塔VMAX 寶可補給戰 哇 這個大家那個時候為了 多麼希望自己家 旁邊有一個這樣的補給戰 對不對 好啦我們接下來就本番了好不好 本番了 我們接下來來開這個 強化擴充包 誘餌模組 喔這個也是POKEMON GO裡面特有的道具嗎 皮卡丘 太多皮卡丘了吧 好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開 呆火駝吧 對不對 美路坦 史帕克 又是我們的黃隊隊長 吉利蛋 喔 駝 啾啾 哈哈 砍迪拉 砍迪拉 砍迪拉是紅隊的吧 對阿砍迪拉是紅隊的 啾啾 哇 GG了 各位 哎呀 我的 我的金超夢 是不是 沒戲啦 雙尾怪手 原蜘蛛 鯉魚王 天然鳥 美路美塔 V 欸至少有一對 欸有沒有 至少有一對 可以吧 惡能量 惡能量的Pokemon GO 可以 喔超夢 終於抽到超夢了 喔 神奇糖果 這個神奇糖果 欸 這個神奇糖果 是那個欸 跟原本的神奇糖果 能力是一樣的欸 哇嗚 那這張神奇糖果 我覺得 比較好看 我覺得比較好看 坎提拉 又是紅隊隊長 喔 快龍VSTAR 出現啦 第一招 一水 一電二無 終極衝擊 可以打250點的傷害 下一回合會手痠 然後呢 再來是VSTAR力量 一無就可以發動了 叫龍之星星 查看自己的排庫上方12張卡 然後從其中選擇任意數量的水或電能量卡 以任意方式賦予自己的寶可夢身上 我自己覺得很強啊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看 呆可獸 我跟你講這個呆可獸厲害的 欸為什麼黏黏打 我跟你講這裡面一定有百變怪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 這個呆可獸呢 第一招一無 這普普通通好不好 他叫做轉轉衝撞 可以打20點傷害 可以將雙方的戰鬥寶可夢睡眠 他第二招厲害了我跟你講 第二招二無喔 黃昏耀閃 這個招是只有在對手獎賞卡 剩餘一張的時候才可以使用 可以直接獲得兩張自己的獎賞卡 也就是說 假如說你現在的比數是 你還剩兩張 你用這一招直接贏 直接贏 好不好 真的強 真的強 我覺得他超強 欸 光輝水劍龜 沒有重複 還好沒有重複 光輝水劍龜 也是色違的阿 也是色違的 可是這張呆火陀 各位 大家有看到嗎 百變怪 百變怪 你還在騙阿 大家知道這個卡阿 就是假如說你這個 沒有撕掉的話對不對 那 這個 這張卡就不能用 所以你一定得撕下來 這個我等一下再撕下來給大家看好了 我覺得很酷 這個我等一下再撕 來拉達 美鹿坦 南小蟲 火恐龍 博士的研究欸 我是爆了嗎 所以我沒有 我沒有金超夢了 媽 是這樣的意思 博士的研究欸 怎麼會是博士的研究呢 博士的研究 我只服 我只服美女博士阿 不過我認真說 他這個博士的研究 真的蠻好看的 老實講 真的蠻好看的 我是個人蠻喜歡 我應該會拿來用 蠻好看的 喔 快龍 來給大家看一下 快龍這兩張阿 Promo卡 跟那個 一般的快龍 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欸 我覺得這兩張是不是 合在一起的阿 是吧 看起來很像合在一起的對不對 蠻好看的 喔 終於中了 有沒有 超夢VSTAR 哇 最後是惡能 欸我覺得我這次抽的很好欸 至少都 我覺得 沒有什麼太歪的東西 不過我們現在要來先開這個 可愛的百變怪 欸我跟你講 大家在拆這個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特別小心 但是很容易讓卡損到 好啦 這個 打開 欸 欸 百變怪 有沒有 百變怪 突然變化了百變怪阿 好可愛阿 然後這個貼紙 我真的不知道 可以幹嘛 這個貼紙要怎麼辦阿 哈哈 這 這貼紙怎麼辦阿 我要貼在哪裡阿 這個貼紙怎麼辦阿 我到底要貼在哪裡 好啦 我這個貼紙先收起來好了 今天呢 就是光灰寶可夢的部分 開到了 噴火龍跟水劍龜太棒了 因為我個人 對妙娃花其實還好 那 光灰寶可夢呢 這次玉山加光灰寶可夢的 最終進化型 其實就是 色違版本 OK 然後這次全圖人物 抽到兩張 分別是我們 紅隊隊長坎迪拉 還有我們的 博士聯舊 維羅博士好不好 好再來呢 就是我們其他的寶可夢 包括像是我們 特點卡的皮卡丘 特點卡的野蛋樹 還有特點卡的快龍 好不好 那我們這一次呢 很幸運的就是 快龍跟 超夢的V跟VSTAR 各開到了一組 然後 美露美塔呢 也開到了一個 一張V跟一張VMAX 然後最後呢 還有一張請假王 我個人認為我開得非常好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想要的卡呢 這一次其實主要就是 快龍跟超夢各一組 OK 所以呢 這一次我覺得是 算是滿意的 只可惜呢 超夢不是金的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這有點強人所難啦 就是 金的畢竟還是蠻難開的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大概最後呢 要跟大家再宣傳一下就是 今天因為是6月17號禮拜五 對不對 那這個禮拜天呢 其實我們會拍攝秘密的企劃 就是大家知道嘛 之前的那個地獄苦茶開合大戰呢 這個 沿了再沿 我們第二季終於要開拍了 就在本週日要開拍了 沒有意外的話呢 這一支這個 第二季的第一集影片 就會在 下週五 也就是6月24號 6月24號 來給大家看到這支影片 好不好 基本上會在6月24號的晚上 大概6點的時候 準時發布啦 大家可以盡情期待一下 好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不要忘記點選小鈴鐺 也歡迎訂閱我的Facebook粉專 按讚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祝大家都抽到好卡 掰掰掰掰